所谓相见好相处难 就算是夫妻相处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也难免会出现这些纠纷 这些摩擦的 这些是人与人之间 通常我们本身都是看别人的缺点比较容易 而看优点会比较难的 在这个行动性质令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发现到有很多的夫妻 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大吵大闹了起来 其实你可以知道 今天能够成为夫妻可能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但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可能吵得起来了 以前可能一方出去外面工作 另外一方可能在家里做家务 那彼此间没有真正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会去察觉对方原来有那么多的弱点 尤其是今天身为女性的 往往都会埋怨丈夫留在家里 一点事情都帮不到 连一点点家务都不愿意做 那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抱怨 可能就会开始要求这个丈夫的 去帮忙做这一个做那一个的 你知道吗? 男人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么的懒 明明太太已经吩咐了 她就是不愿意去行动 不愿意去做啊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身为女方的 身为这个做太太的 可能就因此呢搞到自己本身非常的生气啊 她说叫孩子还比较容易啊 叫老公的话呢反而叫不动啊 所以今天呢身为女性的 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过于执着嘛 平时这些家务都是我们在做的 因为你的丈夫在外面工作啊 现在当然了 在这个行动限制令她无法外出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她在家 所以呢你就觉得她好像爱手爱脚的 可能很碍眼的你就她一定要帮忙做这个家务 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你会导致到自己本身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倒不如你就放开你的胸怀吧 就当她已经在外面工作了 那你至少还是做回你本分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么身为男人的 当然也不要说今天在家里吧 就是贪心啦 就是一点家务也无法分担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当然会让你的另一半不开心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的 双方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 有时候要彼此的一个配合 彼此的一个协助 这些都是重要的 假设今天 太太负责做家务的当儿呢 那今天身为男人的我们呢 有没有真正的可能帮忙太太去带孩子啊 或者说陪孩子玩啊 这些是可能身为男人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假设今天身为男生的 你能够帮忙太太做家务的话呢 那肯定的再好不过了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 避免 不要去看到对方这么多的一个弱点 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婚前看缺点 婚后要看优点 但是大部分人呢 都是呢 婚前只看优点 婚后就一直找弱点 所以为什么会吵吵闹闹的出现呢 都是彼此间因为没有真正往对方好的一面去看待 人毕竟都有一些弱点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相信今天如果你 已经是嫁了给另一半了 或者说你娶了你的另一半了 那肯定呢 你也知道对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方也有他本身的一些缺点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大家都不是完美的 那两个都不是完美的人 既然能够活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就要懂得彼此去接受彼此吧 有很多事情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沟通 去获得这个解决的 那有很多人说 不是不跟他沟通啊 他都不跟我沟通啊 而且一跟他沟通 就开始吵架 那你看 这些时候呢 其实我们讲的 一个首长是拍不响的 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到底是谁引起那个火苗的呢 那其实只要大家都愿意退一步 大家都静下心来的话呢 没有事情说不能够去获得这个解决的 有时候呢 我们讲的 多一句不如少一句 双方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要因为有时候只是想到个人的一个立场 而开始呢 从自己本身的角度呢 去看待一些事情 而跟对方争吵 这样子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倒不如大家都能够增加 静下心来 大家彼此间能够好好去商量 彼此间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生活在一起 才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呀 那在恋爱的时期 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去接纳 还有去谅解对方 为何今天结了婚之后呢 我们不能够持续以这种假面目 来去对对方呢 其实啊 双方在一起 尤其是夫妻 未必一定要以这个真面目来试人的 有时候真面目呢 反而会让对方对你反感 有时候假面目 你假假一下 他也假假一下 很多时候呢 日子就会过得更加的开心 时间也会过得更加的快乐 所以也希望能够真正这个行动限制令里头呢 能够一起相处的夫妻呢 假设你有一些小纠纷 有一些可能说一些小误会 那只要你能够真正静下心来 退一步的跟对方道个歉 很多事情就能够获得解决了 不一定要以这一个很严重的 甚至威胁以离婚作为这个收场啊 那绝对是不理事的一个行为 那 谁之间相处在一起 记得一句话 就是呢 多以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多能够为对方来着想 多关怀对方 很多事情就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了